這條台灣最危險的公路 蘇花公路 電量團出交通意外 但是救災的消防車要關到現場 最快也需要1點鐘 實在是真是最緊張 在蘇花公路中 當年的和平村 有一個圖車 也正是真好心 它跟自己的圖車 改正是有九南適備的車 七年來超級長百驚 大大小小的車好 這是發生在這國外國 讓雙腳車 冰在蘇花公路 創造路段的現場 當時雙腳車頂面大樓就頭 中路邊的車把他折掉了 車頂的加速是睡沒辦法到處 最後刻的就是後面這台 大型的民間的圖車 上面都是石頭跟泥土 我們就是負責是說 先把泥土那些撥開來 然後再用吊桿器 把它的屋頂破壞 然後把人員拖出來 說到救人 躺在蘇花公路 和平村的檔驚訪 因為自己做圖車的事項 感嘆蘇花公路 每一次發生車後 要等待花年齊 在大型救人車 刮到現場 時間都要1點鐘以上 因此他就改正一台 一大堂的大吊車 來作為小鳳蓄材車 車頂尾條外跡 幾個油漢線 破壞蓄材都有 重點是可以在3點鐘裡面 就刮到出事的現場 我們今天我們還可以拿出來用 我們現在才可能拿出來用 從花年四過來大概會多久 最快的話大概一個小時20分 從花年四 我們這邊處理的話 大概這邊出去 大概半個小時以內一定到達 才是救人出救會 在蘇花公路裡面 發現消防救州 至於好評擠分隊 因為只有一台秀行 救人上車 這七年來 蘇花公農裡面 大大洗洗車給百多驚 全部都可以到三天 三天同時 這些救援都很免費 但是做好事 做工程 自己快樂 但是希望來政部能報告有算 好想出台接觸 公路演算 給人單位緊跟這個幽蘭大型 記者綜合報道